文端儲存技術現時十分流行,令用家身處異地亦能同步資料。 D-Link近日推出DIR826L無線路由器,結合雲端儲存功能,令用家能夠在家中置件雲端儲存庫,配合其自家開發的Apps,令智能手機亦可以同步資料,方便和私人程度大大提高。 D-Link DIR826L提供一個RAN和4個LAN合共5Gbps,內部檔案交換或從外部、上下載檔案等大流量工作,亦能應付之餘。 採用RT656晶片,能夠同時支援兩組802.11Wi-Fi模組,並能配合USB裝置使用,可支援2.4GHz和5GHz兩種無線頻譜同時使用。 並提供300Mbps加300Mbps合共600Mbps無線頻寬。 路由器採用2T2R幻型天線設計,支援MIMO技術,提高傳輸速率。 無線安全方面,提供WEP、WPA和WPA2加密方式。 另外亦可透過機身尾部的WPS on-out,進行一按連接。 此外,機尾設有一組USB接口,可連接移動硬盤等儲存裝置,並可以在內聯網上共享。 或有方便用家能夠在遠端登錄,並即時監控路由器的狀況。 路由器支援MyD-Link功能,並且可以即時修改路由器設定。 無需返回家中便能夠完成。 MyD-Link功能,亦能夠透過Android和Apple設備去控制。 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設備,修改路由器設定。十分方便。 路由器亦設有SharePodge功能,同樣利用Android或Apple設備。 令用家在辦公室或室外的地方,也可以遠端連接至路由器。 並讀取USB接口設備的內容和檔案。 用家和按照需要設定不同用戶組,指派讀取或寫入的權限。 能夠讓家人在任何地方,也可以存取檔案資料。